有菜的 有...他的叔叔 那早安 南谷的 導覽是八點半 所以我們大概 七點六十 就在石頭山了 現在呢就是 我們要去石頭山 因為是 睡不著吧 到我們走吧 在那素食區 早餐也宴有沙拉 地瓜 吃什麼 魚肉啊 這沒了我的瓜包 他這個就是滿寶 這邊有麥片 豆漿啊 鹹粥 鹹粥還分一個 純粥跟香菇肉粥 這邊還有那種 淮粥的配料 那種芋頭米粉湯 這邊水果都給的很大方 進來會有那種 熱茶給人喝 因為外面天氣都滿冷的 武林度假村的外觀就長這樣 他雖然滿久 但是他裡面可能 重新裝潢過 整個都還滿新的 昨天睡起來我覺得他們 他們枕頭有附兩種 一種是軟的 一種是硬的 我覺得這還滿貼心的 啊我也是一覺到天亮 睡起來是滿舒服的 我覺得可以 武林度假村的早餐 跟昨天一樣很豐富 很多東西都有 有粥啊 還有其他粥還分兩種 麥片啊 刮包 饅頭都有 他的蔬食區也很多種 有菜 有 他的蔬 他菜我多 他菜了 他菜了 他的蔬食區也很多種菜 他的蔬食區也很多種菜 整體來說我覺得都還滿棒的 那你覺得 我覺得沒有荷包蛋我不能接受 荷包 啊不然它是什麼 聖誕蛋 聖誕不行就對了 夾子夾 然後他夾子還有洞 對 就低下去 他後來就這樣 喔 他水果給的很大方 他水果是蘋果跟火龍果 我去了三次吧 他三次都是滿盤的狀況 而且很多人在夾 而且水果都很新鮮很甜 他們的自助餐 不管是晚餐還是早餐 我都給很高分 我們現在去雪山遊客中心 參加一個南谷的導覽 我們去看看吧 講錯了是雪霸國家公園 遊客中心不是雪山 他的那個導覽就在這邊 要找一下人在哪裡 那個就是南谷的解說老師 他們會穿這種螢光背心 所以你來了要去找他 他們時間是八點半 他們會建議你提早五到十分鐘來集合 不過他們時間一到就出發了 你會跟不上 雪霸國家公園中的紀念碑 是要紀念一個鑽掌小熊的故事 在八十三年的時候 出生兩個月被違法獵捕 夾斷他的手 哇他過童年紀耶 他現在被特有稱呼研究中心捲引 三半 就是以前的人會講說三峰五處 這個是錯誤示範 因為我要給你們看 這裡本來是不能亂摘的 這兩個是什麼 種子 那這兩個是什麼 八二漂浮的 其實他就是簡單講 他就是一個半圓 啊 超香的 這個樹這樣子摸 他上面會有百香果的味道 那個就是百香萬獸局 他上面都有百香果的味道 那邊是獎公行館 進去要拖一下 要出門了 哇 陳金國在這裡 都愛了獎公城 不要甘膨啦 陳金國在這裡 應該是獎公城 那是獎公城啊 你不行啊 對 對 那行館他有火爐可以燒柴 那行館他有火爐可以燒柴 那行館他那種 弄到你生長那種 捷 捷 你怎麼知道 看起來就很新 原來是這樣 所以這邊是要你們帶才能進來 要是在我們身上 所以平常它是不開放 對 他們會 帶小頭 躺在路中間 裝可愛的人就下來了 門就開了 迅雷不及也有馬上就搶走了 不管是遊覽車還是一般公車 私駕車都一樣 你只要一不關門就完蛋 我們現在要下去 看櫻花多很貴 對 這是櫻花勾紋 回來的路 這個紋路 武林的茶莊代表 我們走到金華橋這邊 這條是新的吊橋 但是 其實沒有很大條 它從茶莊走過來這邊有一段路 而且是上坡 所以要過來的 自己考慮一下 金華橋 這是武林這邊新的一個經典 它其實沒有很大一條 就是小小的吊橋 也不太會搖的 吊橋 現在結束導覽要從金華吊橋那邊 再走回武林度假村 它這個南園的導覽是免費的 就是自由參加 你只要到 在八點半到遊客中間就可以參加 路上也都是你確實要走都可以 它會帶你走南谷的一些景點 然後這次有多一個吊橋 所以它還帶我們走到吊橋這邊 但是吊橋的路途就比較遠 老師都講解的還蠻仔細的 如果有興趣的可以跟著它走 只是時間就蠻早 它一天好像只有兩班 就是早上跟下午 來塞裡面最好還是要準備一些 防曬的工具 像外套或是陽傘 因為像現在整個都沒有魚 紙外線很強 直接照皮膚就很容易曬傷或曬黑 我們要退房了 謝謝喔 現在下午一點太陽超大 菜點超熱 雖然才22度 但是怎麼就好 肉山農場的遊客中心 我們來這邊吃午餐 這是我們點的荷菜 2800 它會在外面先結帳之後 再請來吃飯 但是給他們 這顆蘋果王結石雷雷啊 它就是福壽山農產的蘋果王 它上面有很多種蘋果一起接枝 接在一起 這顆蘋果王上面有43種不一樣的蘋果 它這裡還有一顆蘋果王 也是很多種不一樣屏東的蘋果 這顆芥獸松是二葉松 它的樹林已經150年了 它在民國64年的時候 被雷打到 所以這邊有一條線 它就是被雷打到留下來的記號 然後它現在還是活得很健康 真的很厲害 人家幹接副總統 我以為嚴家幹 然後你就說嚴家幹是副總統 我一直以為人家幹 家幹是像家管那種 家幹 家幹就是家管 原來嚴家幹是一個人 我以為家幹是家管 哇好糗 因為我以為是管家 在古說叫家幹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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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他們剛剛在講 家幹 原來家幹是一個人 我們現在要上來天池這裡 那進門口有一個售票提 如果你在福壽山農場那邊 有買票進去的話 上來天池這裡就不用再買票一次 但是你要記得把發票的收據留著 明細 上來的時候給它看明細 它就會讓你進來 所以你要再買票 那邊有一個販賣部 等一下可以過去看看 他們剛好在換天池的牌子 它是一座八角形的建築 它是以前是總統行館 是長東正的行館 它是佛壽山農場的最高處 它一樓是介紹長東正的書房跟休息室 還有天池咖啡廳 二樓就是景觀陽台 跟議事廳 它這邊有賣這個復活節彈 是俄羅斯的東西 它每個都是手工雕刻的 有看過柯南應該都知道 二樓就是這種 可以喝咖啡的地方 可以坐在這邊喝咖啡 然後看天池 一樓就是大廚 這是我們牆的 蔣東正的 是吧 這邊有一些以前的文物館 那之後是不能進去的 他們這邊都有燒彩的壁爐 應該是以前衛兵的燒廳 跟宿舍 門口這個應該就是大廚 那後面剛剛後面那個是赤燒 我們逛完天池啦 這是我們最後一個景點 我們接下來就要下山回台南 大概要開4個小時半 現在2點25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如果你有問題想問我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會回覆你的 我們都給了個個小時 你們說出來 還有一些階段時間 可能要看 多遠遠遠時間 可以去就可以 screens 每個月的字熟 你們就算雖然 你很喜歡 每個星期間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